一年一度的法国干纳电节红毯 又又又又来了 红毯年年有 蹭毯少不了 今年中国18线网红们 正是组团开蹭 这种小红的镜头 真是一言难尽 都说长江后浪退前浪 可是今年的蹭毯网红们 却不按套路出牌 颜值刷新的 下面一面走来的这位姐妹 真为鹿兄贾宝玄 虽然泡子新 官方直播也给了好几个大特写 但excuse me 你谁啊 原来这位老姐是母亲米娅 认证信息是中印瑜伽大使影视演员 出院过功夫瑜伽 虽然有成龙大哥的加持 但奈何外国人不认识 被生活的摄影记者自动忽略 还有摄影师更是露出了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一位更比一位强 接下来走来的这位零片短圈的小姐姐 自带一股网红气质 还有这受伤膝盖 还是处理一下吧 带伤上阵 要不要这么拼啊 据报道 这次来蹭嘎那红毯的 除了网红 还有大批微商淘宝店主 铁哥顿自己 比如接下来这位 视野线虽然非常突出 可是这造型就一言难尽了 黑色的总结礼服加老气的发型 活脱脱阿姨发廊最畅销同款 这位小姐姐好不容易搞对的造型 但是颜值不争气 90分的造型 配上60分的颜值 依旧没有引起外国设影师的注意 来次红毯的网红们 都没能引起注意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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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位 手拿中国制造私自折扇的姐姐 养我国威 但红蓝高芒袜和松高鞋 是什么鬼 一方的摄影师 先现表情 也太真实了 除了各路叫不上姓名的网红 18前艺人们也不甘示弱 就算被骂坦心 也要来 《沿袭公月》里的高贵妃 在丫鬟之南的扮演者施鱼匪 就是其中一个 拿出一种老娘来了就不走的架势 被保安多次驱逐 还假装听不懂 犹如定谈神针 事后施鱼匪立即发布解释 现场声音太吵杂 外国摄影朋友太热情 一直在喊拍照 我是真的没听清 你破坏了我好兴趣 反正千言万语一句话 老娘花钱了 你管我 蠢 同来的18线演员 还有孙永鹏 曼《一天通风记》中 朱九珍的扮演者詹小南 布料少得真是可怜 胸前的深微 绝对大胆 可是奈何 如此清凉 也难以引起摄影师注意 从范爷蹭红毯成功开始 蹭红毯现象愈演愈烈 路人蹭红毯 更是已经成为成熟的产业链 一张门票从十几万到三十几万不等 你别以为有钱了不起啊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所以 你看的是作妖弹心 人家聊的是生意经 咪咕视频 独家策划